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够成熟 那么一个轻微的刺起有时候可以引起他的放话 就出现比较大的动作甚至抖动 那么这种情况呢 他往往是孩子的状态很好 精神状态他的吃奶大小便什么都在正常范围 那么这种情况的抖动呢 我们需要只是需要一定的安慰安抚 他就能够得到缓解 但如果频繁的这样的抖动 我们仍然要考虑有没有维生素D和钙的缺乏 要排除这个因素 那么如果是抽搐他就不同了 抽搐往往是由于疾病的原因引起的 他会持续时间比较长 会伴随有引起抽搐的疾病的因素 那么这个抽搐的时候可以伴随有 在小孩子的话 他表现不光是肌肉的痙攣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他眼神的改变 这个眼神的改变代表他神智的状况 还有他抽搐时间长了以后的 比如说亲子啊相应的一些异常情况的出现 当然如果是这孩子抽搐的时候 在伴有发烧啊这些 那么还要考虑他中速神经系统感染啊 等等异常的因素 所以一旦抽搐他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 而且很矮板啊 反复的出现 用一般的安慰方法不能解决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个病理的情况 要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诊 让大夫来帮助我们判断 他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